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好像在思考人生大问题 对 老师我在想 现在茶这么热 为什么这个壶在煮着的时候 它这个盖子会在跳动呢 就是刚才我们煮水的时候 它的蒸汽导致那个茶壶的盖子 在那边掀起来吧 所以就是说那个蒸汽是有一股力量的 这样推它上来 是啊 原来是这样 预备 虽然 你 还有 也 我 趣的 女王 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虽然是稍微缓解了 也可以跨周了 就像老师可以跨周了 所以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肢体距离 确保我们都安全 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六位同学来到节目现场 是通过线上的交流方式 跟我们全国的观众见面对吧 我们把六位同学给请出来 我们的六位同学在哪呢 老师他们都是您班上的同学吧 对 中三的同学 中三的同学 好 我们把大家给请出来 看到了 哎呀 你们好啊 你们都是中三的同学们对不对 来 你们好 来挥挥手 各位打个招呼 跟全国观众打个招呼 来 同学们好 老师在现场咯 好 我来请同学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第一位是恩恩系 是吗 哪一位是恩恩系呢 我 好 来 自上一下好 大家好 我是文恩系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美食家 谢谢 谢谢 美食家 他要当一位美食家 嗯 好 那你现在一定是很喜欢品尝美食了 对吧 也去到很多地方品尝美食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位是谁呢 苏安柔 宛柔是吧 宛柔是哪一位 好 大家好 我是邱婉柔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设计师 谢谢 哦 设计师 很好 可以设计房子 然后室内设计也算是设计师哦 那第三位呢 我们有林隆汉 什么好 隆汉 哪一位呢 是来生吧 来生 大家好 我是林隆汉 大家可以叫我隆汉 好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厨师 厨师 谢谢 哇 都是跟美食有关的老师 好 接下来这位呢 是奥依庆 依庆 哪一位呢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欧阳依庆 大家可以叫我依庆 我的自愿是成为一名律师 哇 律师很专业哦 要加油哦 再接下来这位是 我发现两个名字怎么一样呢 依惠 依惠 两位都一样哦 第一位依惠是老依惠 是哪一位 我是我 郑老师 威威杰 武安 我是刘玉汝 我的自愿是当一名画家 谢谢 画家 好 那另外一位依惠呢 又是谁呢 依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于惠 我的自愿是想成为一名钢琴家 谢谢 钢琴家 哦 很好 欢迎你们来到节目现场这里哦 跟我们全国的同学们呢 一起学习的 老师 今天我要学的是关于 中三议论文的课 是吧 对 那跟刚才我们在那边喝茶跟蒸汽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刚才威威您在思考的时候 就是以前也有一个科学家 就是因为通过这个蒸汽 这个盖子呢 蒸汽引起那个盖掀开的时候 结果他就发明了这个蒸汽机 也就是瓦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他跟我们的这个思考或者是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呢 对我们学习是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跟帮助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课文 怀疑与学问 这篇议论文 就是要当一个好像好学宝宝这样吗 就是好奇宝宝 有什么事情要问一下 所以呢就可以了解得更多 更深入 是的 是这样喔 对 那今天会带来的这个文章呢 是 就是这篇文章 对 怀疑与学问 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议论文之前呢 大家一定要先了解 就是议论文的这种写作手法 当你很清楚议论文的写作手法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在阅读议论文的时候 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 首先我想要问一下同学 你们之前学过了议论文 有哪位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什么是议论文呢 你们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你们学过的这个议论文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一说吗 哪位同学要说一说 议论文是什么呀 宛柔 OK 好 来 宛柔你说 我认为议论文是一种 以讲道理 讲事实 以理服人的一种文体 我们可以从中说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而且可以体现出我们自己的主张 以反驳别人的那些论比 是这样吗 老师 是 非常好 老师给你四颗心 老师还在课堂这边做评估 我给一份有四颗心 如果老师用了五颗心的话呢 应该要讲得更仔细一些是吧 是的 好 还有哪位同学呢要分享吗 议论文是什么 老师我 OK 好 宛柔你来说 我觉得议论文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提供几个例子 适时进行分析 来支持自己的论文 然后反驳别人的见解 让自己的文章更加有那个说服力 OK 好 说得非常好 那 一进是下道律师的吗 刚才说 对吧 这真适合啊 律师要有一些很多的那个论点出来呀 很多的见解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一论文就好像刚才同学所说的 它是一种剖析事物 论述道理 或者是发表意见 主张的一种文体 那么作者是要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辨识非 或者是举例子等等的方法 来确定他的观点 是正确错误 或者是树立 或者是否定某个主张 所以所有的内容呢 结构啊 文字 它都是围绕这个论点展开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里面的 它的证据啊等等 都是为论点服务的 这个就是论文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 一个表来看一看 它就是论点 论据和论证 这三个要素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论点呢 就是文章所议论的 或者是阐述的观点 还有就是作者要表达的看法和主张 那论据呢 那论据呢 就是你拿出来 你拿什么证据来证明 你这个论点是可信的 就是它证明你的论点呢 是有理由的 有依据的 要和这个论点之间 有必然合理 充分的这个联系 还有就是要通过必要的这个分析 你是阐释 使读者更明白 这个就是论据 那论证呢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些证据 那我要怎样提供给人家 让人家幸福 就是我的这个方法 所以论证呢 就是作者运用论据来证明 论点 逻辑过程的这个方式 所以它有包括了这个 事实论证 道理论证 对比论证 比喻论证 和引用论证等等 是 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议论文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过后呢 我们这里呢 先休息一下 我们给大家准备 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郑老师上课 来多了解一下议论文 好不好 来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来自马六甲中学的 曾子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还要跟我们讨论关于议论文 而这篇议论文的名称呢 就叫做怀疑语学问 把时间交给曾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同学们好 那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一课 怀疑语学问呢 它的作者 就是这一位顾协刚 顾协刚呢 是历史学家 是江苏苏州人 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要进行历史研究的话 那你对一些考究的事实 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他在研究的工作中呢 善于怀疑与辩为 有不少的这个创建 主要的作品包括了这个古史辩 著有汉代学术史略 还有善灵杂志出篇等等 在他曾经有一次呢 他就在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碗啊 有很多那种 古代的那种小孩子的图 他就在那边思考 这个是什么图呢 那是白纸图嘛 后来他就在想 这是谁的 有这么多孩子吗 原来是文王 他就说文王真的是有这么多孩子啊 他就去做研究 查来查去 很多这个书本呢 都找不到 那就有找到这个武王啊 周公的这些资料 就是文王没有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白纸图呢 是来自诗经那边 所以你看他做学问 就是要有一个问题呢 他进行的去考究 到最后得到一个答案 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 这个顾鞋刚呢 他写这篇《怀疑与学问》 好 同学们 我们首先呢 这篇文章《怀疑与学问》这个题目 那他两者之间是并列关系 还是因果关系吗 有哪位同学你们想要来说一说的呢 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呢 OK 好 那位同学了 好 艾德琳 我觉得是因果关系 因为我们要保持怀疑精神 才是多学问的态度 然后才会有真正的学问 OK 好 非常好 好 老师给你四颗星 四颗星 老师给四颗星喔 他回答得很好 还有哪一位同学吗 来 来 OK 龙浩 他会有举手了 龙浩 来 老师 我也觉得是因果关系 因为你 你觉得那一件事 真的还是假的呢 你就会深入的研究 深入研究过后呢 就得到一些学问 然后用这些学问呢 去证实它的真假 OK 好 龙浩 答得非常好 老师给你五颗星 五颗星 刚好 五颗星 同学们 刚才你们讲的都没错 从这个语法上呢 华语与学问 它其实是一个 并列式的一个短语来的 可是在文中 同学们都已经读完了 这个篇章 我们发现呢 它其实在文章里头 华语与学问 它其实并不是并列的 它是形成一个因果关系 也就是只有华语的 我们用抱持着 华语的精神 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才会有真正的学问 老师 我在想 如果是并列的话呢 又是怎么样呢 并列的话是两个 就是说华语跟学问 两个是平行的 它现在是两个 是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说你要华语了 你才会得到学问 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好 明白 来 我们看 文章里头第一段呢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段它说 学者先要会疑 那么在可疑而不疑者 不成学 学者须疑 那边第一跟第二段呢 它就引用了 这两位学者的名言 以提出这个观点 那这种写法 同学们 你们读了过后 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呢 那首先它就用了 这个陈怡和张仔的 这个所说过的话 有哪个同学想要来复吗 那这样子作为文章的开头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要拿信心来 赶快回答一下 好 宛柔 其实第一段和第二段 用了这个陈怡和张仔的名言 作为一个开头 是可以让这个作者 他的那个论点更有说服力 而且其实陈怡和张仔呢 他们在北宋时期 是一个教育家 所以他们的 而且很多人也是知道 他们两个都是谁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读者相信 其实这个作者的重心论点 是什么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完整 老师给你五颗星 五颗星 那回答得很完整 五颗星 这是我们的课堂评估 对吧 老师在同学回答问题之后 老师会给分数 但是我们没有说 90分还是100分 这样我们给五颗星 五颗星是最高了吧 对 好 OK 好 还有哪位同学吗 好 想要发表意见的 是 有吗 大家也在怀疑 是吗 怀疑人生 是 郁庆 我觉得他们想用 这两个名人的原因 是因为 陈毅也是 那个北宋的理学家 然后陈在是 北宋的思想家 用他们这两个名人的话 会让读者 更有那个说服力 让自己的那个论文 更有说服力 OK 好 玉清老师 也是给你五分 是感觉跟第二位的 这位同学的那个论调 是几乎是一样的 是 差不多一样 都是通过这两个名家 所以同学们 大家注意看 那他首先在第一段 跟第二段 学者先要会疑 就是说我们学习 一定要带着疑问 对吗 还有就是第二个学者 他说学则需疑 从这两个段落里头 他其实就已经把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他整个文章的 中心思想了 就是整个论文的 这个主要的内容 就是自学必须要有 怀疑的精神 所以那我说了 这个论点过后 怎么样让人幸福呢 那其实就是 我不是一般人的 我是讲的是一个名人 对吗 这个陈毅 他是北宋刚才同学说的 一个理学家 教育学家 对吗 而且是理学的一个奠基者 那张载呢 同样的也是 北宋思想家 教育家 理学创始人之一 所以这两个 这么有分量的人 说过的话 跟我的这个论点 你说有说服力吗 有 肯定是很强的 对吗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个名人所说的话 跟我的这个论点 其实是很有利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他在开始 第一跟第二段的时候 用了这个名人 其实就是 有第二个好处 也就是很强的一个论句 我给的这个证据是很强的 你相不相信呢 你看 我不是我一般人说的 古时候也有人 两个名家都说过的 所以不是非常有 说服力的 这个就是刚才同学所说的 明白 我们看 大家在往下读第三段的时候 它里面一共有四个句子 一共四个句子 那同学们 你们在读这第三段的时候 要仔细分析 这四个句子之间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段落里头 它的关系是如何的 而且在整篇文章里头 它起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所以大家在读文言文 对不起 读一论文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好 好 来 这就是第三段 对 这个就是第三段 有同学 哪个同学想要说的吗 他会读吗 龙浩 龙浩来 老师 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 它们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作为一个铺垫 来引出下文 OK好 龙浩非常好 老师给你四分 四分 恭喜哦 还有哪位同学吗 嗯 谁要呢 五分 来赶快发言 有吗 看表情的感觉是没有 对 我点名可以 可以点名吗 好 宛柔好不好 宛柔来尝试回答一下 试试看 作者他先用学问的基础 来告诉我们 其实学问 他是一个眼睛亲眼自己看到的 或者从人家耳朵听到的那些知识 然后他在第二句的时候 他就打了一个比方 然后再接下来 在做学问的时候 这就是果 因此他才会讲 我们一定在做学问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用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 而不是去听人家说 因为如果听人家说的话 其实那个就是别人的传说而已 好 OK好 谢谢宛柔 答得非常好 老师给你满分五分的 哇 这我点名出来 我们要上现场回答 拿到五分 宛柔 好厉害 好 来同学们你们看 刚才就好像宛柔所说的 他从学问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 怀疑与学问嘛 所以他就以学问作为 这个接下来第三个段落开始 那他告诉我们 学问其实是怎么样呢 学问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和一个证据 一个事实和证据 那么这个事实和证据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通过我们看到的 又或者是我们听到的 对吧 通过我们看到听到的 就可以变成我们一个知识 所以学问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就是接着下来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怎么样 对吧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例子呢 他其实就是在说明你这个学问 就是通过我们眼睛看到的 还有就是耳朵听到的 那既然讲了学问是这样子 那做学问呢 道理是相同的 对吧 所以他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是什么呢 也是从眼睛和耳朵听到的 对吧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做学问 未必是你亲眼可以看得到的 对吧 有时候你是听别人说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怎么样呢 你就只能够靠耳朵听 所以如果是听到的话 这就是一种传说 所以他整个这个段落呢 他要带出来的 就是从学问到做学问 这个过程 所以通过传说 他说如果我们做学问的时候 你是听别人说的话 那传说要如何呢 你如何对待传说呢 你是听来的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他就在下一段进行议论了 看到吗 他这整个 因果吗 对这个段落里头 所以大家要注意他的这个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他从开始 学问的基础是试证的证据 而事实的证据的来源有两种 对吧 说完了他举个例子 这个是音 然后学问的音 接着下来我们做学问是如何呢 所以也是通过这两种 眼睛看到跟耳朵听到的 可是有些 是没有办法亲眼看到的 你只能够靠听 那就是传说 可是这种传说呢 能不能够进行 那要怎么处理呢 他就在下一段里头告诉我们 所以在整个篇章里 第三段他的作用就是 要引出下文做一个铺垫 就是我要接下去告诉你 要如何去对待传说 所以他在接下来 他就在谈论这个传说 是要怎么做的 是 老师 这边知道说有因果的关系 就是他整个段落呢 他先交代说 为什么我接下来会谈这个 他就会有一个导演这样子 是吧 他接下来的时候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刚才要了解这个东西 就有一个答案出来了这样子 所以他有一个铺陈这样子 这边老师想要补充一点 也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在读议论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要看他的这个题目 华语与学问 华语与学问有时议论文 他在题目里头已经是 这个中心论点了 那好像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课文 华语与学问你根本看不出 这个作者他想要议论些什么 所以他只是一个论题罢了 他是一个范围 就是说华语和学问的这个范围 那接着下来 作者要怎么进行议论呢 你就要读他的篇章 那你就要把他的中心论 他的中心论点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上在读 这个议论文的时候要注意的 所以你找到了整个他的中心过后 那你就要找他用了什么证据 来证明用了什么方法呢 这个就是我们读议论文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是 记得老师所说的 真的是有很多东西要学 微微也在学习 好 我们接下来再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继续跟真老师 学习更多关于议论文的消息 OK 稍后再见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学问是怎么样累积来的呢 老师说要多问 然后就可以多学 是这样吗 老师 是的 要多问 好了 老师我们继续上课吧 好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第三段过后 我们再往下看 请同学分析第四段的论证结构和思路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一篇议论文除了我们要找它的 中心论点之外 有时候你要看一看整篇文章 它有没有通过分论点 来论述它的自己的看法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看 它用什么方法 又或者是它拿了一些什么证据 这些整个结构和思路 我们都要把它搞懂 那你才能够很 很好地掌握整篇议论文 那同学们请你们说一说 你读了第四段过后 你分析一下它整个段落的这个结构和思路是如何的呢 有哪一位同学要跟我们分享呢 第四段 一清你说 我觉得第四段它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开头 开头就是我们对学问的基本条件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应该如何以华语的精神对待传说 然后到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总结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华语的精神对学问的重要意义 OK 好 非常好 老师点你五个星 又是五颗星 还有哪位同学吗 还有哪位同学要试试看 我开心 要让我又点名咯 有吗 有哪位要自愿回答吗 好 刚才一清 我点名咯 我点名 来 我有两个 这边一会 有两个一会 我选最后一个一会 来 试试看好吗 哪位啊 是你咯 我来吃 嗯 试试看 思考不到 对 思考不到对不对 那另外一位一会呢 谁要帮忙一会 还有另外一位一会呢 要试试看吗 好像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评估呢老师 嗯 就好像刚才 一清他所说的 通过这个篇章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其实就是承接上一段嘛 一清所说的 那他就接着来说这个传说 你看到没有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 不论信与不信 所以刚才第三段 我们已经讲了嘛 传说 那接下来第四段 他就更深入的说明 所以他承接上一段 说明什么呢 传说 那也就是说 传说不管你信不信都好 你都要经过一半思考 对吗 就是说我们听来的东西 你信还是不信 我都要进行思考 你要进行识变 对吗 所以我不应该 随随便便就相信他 所以也就是说 你经过思考了过后 就怎么样呢 你要做 就是要有怀疑的精神 对吗 你要抱持着这种怀疑精神 也就是我们做一切学问 应该要有的一个条件 不能够道听途说 对 就是他从刚才第三段 承接下来第四段 再深入的说明 我们如何对待这个传说 接着下来我们看 他在这里就 又再次点出了 整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所以刚才老师 已经提醒大家 在阅读议论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把中心论点给搞清楚 那作者 他想要再议论些什么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接着跟我们讲传说 我们要怎么去对待的 也就是说 要有怀疑的精神 那怀疑的精神 也就是我们做学问 应该要有的条件 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怀疑与学问 对 就倒回来 所以我们一般上读 这个议论文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些找出来 那接着 他说这个中心论点点出来了 他又再举一个例子 再加强我刚才所说的 所说的这个论点 对吧 他就举了几个例子 从这边呢 他说如果你一直这样子问的话 你听到别人的 说的一些东西 你不断的发问 一直问的话 如果不是真的这个学问的话 很容易就给你 识破了 对吧 所以他说一切虚妄的学说 便不共自破了 对吧 你看他说三王五帝 是谁说的啊 最先鉴于何书 对吧 书是何人著作的呢 何者何以之道 对吧 所以你看一层一层的问题 不断地在追问 如果这个 它不是真理的话 你这样子问 问到最后是打不上来 你就知道 这个是 这个消息不可靠的 所以现在我们手机上 资讯很发达 所以我们收到这个信息 我们也要保持着 这种怀疑的态度 对 我们在追问 如果是真的话 你问到最后 你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很好 这个很适合现在这个时下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收到很多手机 最新消息 什么最新消息 这样子的东西 那是不是真的呢 未必哦 要多怀疑 然后多问 去找出答案哦 是 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已经到处了这个怀疑的精神 对做学问的重要性 他也就这边就强调了 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保持着怀疑的精神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 具体就说明了如何以怀疑的精神来对待传说 那第三层就是最后一句 他说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追问 不断追问的话 一切虚妄的这种学说便不共自破 所以也就是说最后一句 就是整篇文章的一个中心层 然后带出来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做学问最重要就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 这个就是在第四段的这个整个结构 同学们都在点头 我们都明白 比较明白了是吧 很好 我们进入第五段了 那第五段 大家找一找 他用了什么论证方法呢 所以读议论文的时候 跟我们写议论文其实是很相近的 你懂得读 也就是说也意味着你懂得写 对吗 所以你要懂得用什么论证方法来论证我的这个观点 对吗 那在第五段里面 他又用了哪一种论证方法呢 在整篇文章 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同学们 你们可以说一说吗 来 又到了评估你们的时间了 都呼吁 一会 一会来 一会主动 几首号 第五段使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那就是对比和到底论证 它们都是观点更加的有说服力 更加的全面 OK好 非常好 老师给你四颗信 四颗信 还有哪一位吗 还有哪一位要试试看 龙号 龙号 来老师 这里总共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这里总共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第一种是对比论证 第二种是道理论证 它们两个的作用呢 就是让作者的观点更加的有说服力 OK好 非常好 老师也是给你四颗信 你看 它同样的 刚才同学所说的 第五段 我们来找一找 同学所说的这个对比论证 哪里什么东西对比什么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篇章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 它整个段落 这个段落里头 它有哪一些句子 它进行了怎么样的一个对比 在主线我们来看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 哪一种学问 都要经过怀疑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它要到处的就是怀疑的精神 接着下来你看 否则便是满从 否则的话 就是另外一面 对吗 所以也就是不怀疑 所以它用怀疑和不怀疑 作为一个怎么样呢 一个对比 它作为一个对比论证 接着它通过这几个对比论证 就是从正和反 两面来说明我的观点 使我所要讲的话 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是有说服力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是有时候我们 在读篇章的时候 你读这个段落里头 它是不是有一个对比的成分 跟我们写一论文是相同的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吧 它跟我们第一段 它是用了这个名人 这个是用了这个我们的圣人 对吧 孟子所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个就是它做了一个什么呢 道理论证 它用古人所说的这个道理 论证了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都好 哪一个学问 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 就好像你看现在科学家 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些理论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反了 对吧 有些是提出更好的 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先进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科学是不断的进步的 你只有通过怀疑 那我们才能够有更新的知识 对吧 所以它在第五段里头 就用了两种论证方法 对比和道理论证 来概述它的这个论点 好 同学们我们接下去看 刚才你们会发现到 第四和第五段 我们都是在讲怀疑 对吗 你看第四和第五段 它谈的是怀疑精神 对做学问的这个意义 那第四段已经讲了 做学问要怀疑 为什么你第五段还要在写呢 对咯 可是我发现到 好像第四段是关于传说 是这样吗 我们就来问一问同学 好 谁的答案跟微微一样 婉柔 婉柔 婉柔来 第四段跟第五段 其实他们有分别的 因为第四段 它只是集中在于说传说 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传说 对对 而第五段呢 它说的是我们要怎样 我们看书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有 就是抱持着一种怀疑的精神 而且如果 而且第四段跟第五段呢 它会让作者自己本身 他讲讲的那个中心论点 更加的全面 而且让其他人更难的 找到破绊去反驳他 如果我是老师 我给五分 我不晓得老师会给五分吗 非常好 婉柔 老师会给几分 我也是给满分 五颗星 五颗星 也是五颗星 婉柔 非常好 很完整 答案很完整 在这边就好像刚才婉柔所说的 第四段它是对于传说 要用怀疑的精神去对待 对吗 第五段它是对于 不论是哪一本书 哪一个学问 我们都要经过怀疑 所以也就是说 各种各样的书 各派的学者 他们所说的这个学问 我们都要进行评判 或者是重要的好的 我们才拿起来 所以它在这边 不只是针对了传说来讲罢了 所以我说各名家 各书 我全部都涉猎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反驳 可能你要找更精准的 你才能够翻到我 不然的话 我的所说的这个例子 我说的这个方方面面 全部都已经概括了 所以在这边是完全 几乎是没有什么缺陷的 所以它写了第四段 又写第五段了 所以可见作者 他其实是有想到的 就是我们尽量的 在你理论的时候 减少对方反驳 就是说别人的幸福就更强 有点像辩论的感觉 就有一个点出来了 然后别人反驳你的时候 我已经预先想说 他会这样子反驳我 我又再出一个论点来 去攻击回他 我们来看 第四段它主要的 就好像宛如刚才所说的 它侧重是怀疑思索 是为了取是弃非 攻破一切虚妄的这个学说 那第五段它侧重点是说 怀疑思索的三个步骤 就是因怀疑而思索 那思索而辨别是非 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过后 我们的学问才是自己了 所以我们读书也是一样 不要说老师在班上教 或者是你看了书 你就呼伦吞早的全部吸收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过怀疑 你在思索了过后 可能你就可以记得更老 不要老师说什么的 点头 其实自己要多思考 多一点交流 就会得到更加不一样的收获 是 同学们你们看第六段 第六段它有四个 这个常常什么 这个句子它的顺序 是否可以调换呢 我们注意一下第六段 也就是说就是对于过去的学者的学说 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 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 还有就是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 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 这几个常常什么 常常什么 它的顺序是否可以调换呢 有哪一个同学想要说一说吗 我认为是不能调换的 因为人们对某种东西进行怀疑 然后他就会去辩论 就会去审判他是否对于错 然后他就会去修正那个错误 如果调换的话 那人们对这个事物的 对这个事物进行怀疑的过程 就不相符合不一样 OK 好 非常好 还有那个顺序的 是的 是这样吗 老师 对 好 我们还有哪个同学要补充吗 哪个同学要补充 还有吗 就好像刚才 OK 义庆 来 你说 我也是觉得不能调换的 因为这个跟人生一样也是得经历生老病死 也是跟文章一样 是怀疑到辩论到批判到修正 也是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调换的 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他用的这些词 你看怀疑 接着辩论 对吗 还有就是我们评判 接着就是最后你做一个修正 所以也就是说你怀疑了过后 我对你的学手有怀疑 我就跟你进行辩论 那么辩论了我们才可以分辨出谁对谁错 那么知道了这个错了过后 我们就进行一个修正 所以它整个过程是顺序的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不能够进行任何调换的 所以有时候句子 我们就要读的时候就特别的细心 这个词的 这四个词呢 它顺序是人们对过去的学说 进行怀疑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如果我们进行调换了过后 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不相符合了 这个就是在第六段刚才同学们 所提出来的答案 这几段文章听起来有一点混乱 老师在很努力地再跟我们解释 我们再休息一下 稍后来老师会给我们总结 究竟这一堂课 带来的中心思想 是什么的 我们稍后再回来